蜜蜜蜜 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莊醫生 那如果說你們今天要買藍寶石 或是要買紅寶石 你們要知道它的分類的話 你們最先今天一定要看這一集 這個是今天有客人在問我 就是說請問一下,我們有一個叫粉紅色 藍寶石 粉紅藍寶石或者是紫色藍寶石 那到底它到底是紫色還是粉紅色 還是藍色 因為我們常常都在藍寶石前面加了一個顏色 英文叫做Sapphire Sapphire在國外呢 它其實是叫做藍寶石 就翻譯成中文就是藍寶石 可是在我們一般國外的人眼裡 它Sapphire是沒有顏色的 也就是假如我今天跟你說 嘿,小明,我手上有一個Sapphire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說 那你的Sapphire是什麼顏色的Sapphire 那意思就是說 他雖然知道是藍寶石,那翻成中文就說 啊,你有藍寶石 請問一下,你是什麼顏色的藍寶石 但是在我們中國人裡面 我們就會說,Sapphire就是藍寶石 就是藍色的 所以就省略掉了 但其實正確的講法應該是 Blue Sapphire 如果你今天要講藍色的藍寶石 你要說Blue Sapphire 所以說其實在Sapphire裡面 它其實不是直接對應到 翻譯到它是藍色的藍寶石 它只是一個藍寶石 那藍寶石到底有什麼顏色 藍寶石有很多個顏色 有千奇百怪的顏色 紅藍寶石的藍寶石隨便 反正有粉橘色就叫蓮花崗玉 然後有變色的啦 然後還有白色的啦 什麼顏色很多啊 都有這樣子 那其實在它的種別 這個英文上面來說 Sapphire在更上面是什麼 Sapphire在更上面 它其實叫做Krondon Krondon的話 喔,不是Krondon 反正Krondon是保險套 Krondon 他們叫做崗玉 那崗玉家族的一個統稱 有點像是一個 劍門岡木科屬種 生物種類 它有很多 那我問你 那老虎也是貓殼啊 那獅子也是貓殼 豹也是貓啊 那不然說 你家養了兩隻 老虎 不行喔 這樣會亂掉 剛剛說到的那個Krondon 其實它在更高的一個分類裡面 它下面就分成了 紅寶跟藍寶 紅寶的話 也就是紅色的崗玉 我們就叫做Ruby 那藍色的崗玉 我們就叫Sapphire 那其他什麼粉紅色、黃色、綠色的 還是歸類在Sapphire裡面 所以說你今天要講環寶石的話 我們要說什麼 要說Yellow Sapphire 說紫色的藍寶石 那我們就說 Purple Sapphire 其實我們人類是從 從猴子來的啊 如果我今天就直接說 欸 欸 小米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你根本就是一隻 黑猩猩 你一般人聽了就不爽啊 就不爽啊 欸你怎麼說我是黑猩猩 奇怪啊 欸你就 但聰明人一聽 就不會生氣 為什麼 因為聰明人就知道 有學過這種科目 那種生物科學的就知道 我們人本來就是 黑猩猩進化來的啊 沒什麼了不起 你看 我教你們怎麼裝 就是 把他舌頭 吐在那個 嘴唇上面 就會很像黑猩猩的 這樣抓一下 就像說是我們的 Beryl B-E-R-Y-L 如果翻譯成中文 是蛀石系列的 綠蛀石系列 但是呢 它的Beryl的底下呢 又分了好幾種 Morganite 空曬 空曬 粉紅色叫空曬 綠色叫什麼 綠色叫 Amerol 主母綠啊 或者是藍色叫什麼 藍色叫 Aquimeline 其實全部都統稱在 Beryl裡面 所以說今天 常常會聽到一些鑑定師 就是說 你這顆主母綠 不夠綠啊 不夠綠 你下次再拿那種 這種不夠綠的主母綠 來給我鑑定的話 我就不給你開主母綠 我就給你開Beryl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本來就是一個Beryl 系列 但是其實這個鑑定師講 對一半一半啦 因為真的主母綠也有很淡的 你有沒有今天在挖礦的時候 挖挖挖 唉呦 這顆怎麼上面那麼淡 下面那麼深 那這顆到底是主母綠 還是綠柱石啊 也有可能是主母綠 它本身太淡了 含個量不夠 那的話 那才是綠柱石這樣 那它就不是所謂主母綠 那Gane 也更多啦 演化成綠色的 喔 元素裡面有進去的話 叫什麼 沙伯萊 橘色叫分達石 紅色叫玫瑰 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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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那些鎮寶石裡面 算是 它種類是更多更多更多的這樣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介紹 就是到這裡為止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台北正宗生有車寶石 謝謝大家 掰掰